第271章 理论方式 王文才的突然闯入 打断了许晴和王平安深入交流的兴致 王平安倒没什么感觉 许晴却是气坏了 他瞪着通过星子乱飞的王文才 抱怨道 直播还需要二宝帮你拿手机 你好大的架子 自己不会拿自拍杆啊 你那一天的直播收入 可够二宝一小时的劳务费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跟二宝的关系 岂是金钱能衡量的 王文才收敛了一下兴奋的姿态 傲然的说道 哼 买不起自拍杆吧 我车上好像有两个没有拆封的 原本是送客户的小礼物 等一下送你了 许晴嘲讽全开 主要是想让他长点记性 以后别在自己和王平安 说话的时候乱入 以他的人生经历 这么一说 王文才肯定是红着脸转身就走啊 甚至是有可能说出 三年河东三年河西的人生状语 可惜他失算了 什么 你有自拍杆啊 还准备送我两个 太感谢了 在哪呢 我现在就去拿 王文才脸上露出了期盼的笑容 我 这个 那啥 行 我正准备开车回城办事呢 你跟我过来拿吧 许晴预设的场景是完全崩塌 真是浮了眼前这位啊 王文才千万谢的跟在后面 哎呀 谢谢谢谢 非常感谢 有了自拍杆 我就不用劳累二宝了 对了 二宝一天的劳务费是多少钱啊 我真的用不起吗 他在直播室 喊十万一天 都有人包他 不 是用他呀 许晴回答道 王文才撇嘴 一百万个不相信 骗人 谁那么蠢 肯花十万一天包 用二宝啊 他要是那么值钱 岂不是早就发财了呀 他本来就发财了呀 好不好 你从哪听说 二宝现在很穷啊 许晴不屑的说道 啊 这样啊 那我等一下开直播 我问一问 有没有人要我 一天一万就行 不不 一千就行 嘿嘿 想到这儿 王文才又兴奋起来 似乎看到有大把的钞票 朝自己飞来 许晴再次打量一眼 王文才的模样 暗暗撇嘴 真是没话可说呀 王平安坐在桃树下的躺椅上 听着他们的对话 游近极远 懒洋洋的 不想动 有时候呢 他也会想 自己和王文才 为啥能够成为朋友呢 以前没有发现 但是最近他想明白了 或许王文才的行为 像极了以前的自己 两人才能成为好朋友吧 只不过现在的自己变了 而王文才呢 始终如一 大学归来 仍是少年 或许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 但是不可否认 他活得很精彩 很愉快 一般的挫折 根本打击不到他 当然 也有可能他听不懂 别人的攻击和嘲讽 自己以前还是傻子的时候 不也一样吗 正因如此 王平安觉得自己 对王文才 应该更加宽容一些 看到他 就像看到以前的自己 对他好 就像对以前的自己好 人生多不容易啊 所以 我才要成仙啊 王平安摇头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打开手机 继续看网络小说 最近经过努力 他又学会了很多生字 一般的阅读啊 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了 真是遇到一些生僻的字 难懂的成语 直接用手机搜索 如果一本小说当中 有很多生僻字 以及很多难懂的成语 王平安就会觉得 这是作者故意为难自己 除了右上角点插 还有可能留下愤怒的评语 太文青了 简直故意为难 我们这些小学生 留下地址 我要给你寄刀片 哎呀 来电了 终于来电了 隔壁的果园里 传来一阵青年男女的欢呼声 震耳的音乐 瞬间就响起来了 暑假都过去了 这破地方 怎么还这么多蚊子 又潮又热 没空调 一会儿也活不成啊 等一下吃饱饭 我们要好好活动一下 弥补一下 昨天夜里的遗憾 耶 补上 补上 必须补上 一阵阵的尖叫声 鬼哭狼嚎的 惹得大黄狗是一阵乱叫 眼中凶光直冒 马雪 你已经是一只成熟的狗了 应该学会自己观音箱了 走 搞它们去 王平安 王平安 合上手机 从地上捡起一根棍子 准备去找隔壁的那些人理论 大黄狗不知道听懂没有 一脸的兴奋 露出一口大尖牙 跃跃欲试 王平安走出桃园的时候 刚好看到一脸尴尬的王洪亮 从门前路过 亮子哥 你转包出去的这个老板 可不是省油灯啊 天天这么折腾 也不是办法呀 王平安随口说了一句 王洪亮恼火的抱怨道 二宝 我修过店之后 听到音箱太吵了 我就劝他们 可他们不听 还让我滚 说这里他赵凯说了算 这一年之内 跟我没有关系 你说他妈的欺不欺人啊 下次他们找你修店 你知道怎么做了 王平安亦有所指 知道 当然知道 我不在家 怎么修店啊 就算看到我 我可能也会胳膊疼 两条胳膊都疼 也修不了店 王洪亮认真地回答道 那行 这样我就放心了 你走吧 我找赵凯理论一下 王平安说着 拎着棍子 带着大黄狗 走向隔壁的果园 这架势 怎么看都不像是 找人理论的 怕是要去打架吧 王洪亮慌忙地说道 二宝啊 别冲动 赵凯那些人呢 正在让人装监控呢 整个果园 可都是监控摄像头 据说这套监控系统 花了十来万 断了电 也能录制两三个小时呢 装监控花了十来万呀 真是地主家的傻儿子 有钱没出事了 行 我知道了 绝对不冲动 王平安说着 已经走到欢乐农场的大门口 刚好看到赵凯在指挥两名工人 在装摄像头 赵凯看到王平安拿着棍子 出现在自家农场大门口 顿时有些紧张 大声喝道 王平安 你想干什么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啊 你可不能乱来 他这一吆喝 他的那些狐朋狗友都跑出来了 加起来有七八个 再加上几名工人 气势汹汹 从场面上来看的 吻压王平安好几头 把音箱声音给老子关小一点 你要是敢说一个不子 在监控装好之前 我先把你们的腿一个个都敲断 王平安用棍子指着赵凯 认真的和他理论 还没有走远的王红亮目瞪口呆 这就是王平安的理论方式 第272章 我们也是有证的 赵凯以前就听说过王平安很蛮横 也见识过他的武力值 但是当着众多朋友的面 让自己下不来台 那绝对不能容忍 你打呀 你打呀 我这条腿我就摆在你面前 谁不打谁是孙子 赵凯是怒发冲冠 指向自己的腿 向王平安叫嚣 哼 我从来没见过 求着挨打的孙子 王平安说着 高高举起断木棍 朝赵凯的腿抽过去 赵老板 快躲开呀 王平安是有证的 打死你也活该呀 王红亮早就跑回来了 惊慌的大叫提醒赵凯躲闪 赵凯吓得一跳 腿哆嗦又缩了回去 嘶 啪 这一棍子擦着他的皮肤 抽在旁边的竹梯子上 那胳膊粗的竹竿 当场就裂了一大块 崩出许多竹蟹来 就像是一声炸雷 把在场所有人都吓懵了 你有病吗你 你真抽啊你 赵凯吓坏了 脸色从账红 瞬间转为惨白 他不敢相信 如果自己玩躲一秒钟 会发生什么事 老子说打断你的腿 就绝不打胳膊 伸出来啊 缩回去算什么事 王平安表情不变 叫嚷着 再次举起棍子 王洪亮终于冲到了现场 他拉住王平安的胳膊 同时焦急的冲赵凯喊道 你找死啊 我都说过了 他有证的 打死你也活该 别他妈吹牛逼 他有啥证啊 还打死我们也活该呢 吓唬谁呢 我们也是有证的 房产证 大学毕业证 嫁证 结婚证 离婚证 工作证 火葬证 最后这个没有 赵凯身边一个高大销瘦的男子 依然不服气 大声的说着 他有精神病症 王洪亮也顾不上其他了 大声说出实情 赵凯还有他的朋友们 瞬间就沉默了 这齐刷刷的往后退了好几步 离王平安 几年远一点 别的证都好说 但这个证 真办不来啊 精神病人 有一定的法律豁免权 自己这种正常人 还招惹精神病干什么 早知道他有精神病 就不刺激他了 只要能够解决麻烦 王平安不介意展现一下自己的精神病 但是作为一个合格的精神病患者 也是有脾气的 他一把推开王洪亮 不满的嚷嚷道 你说啥呢 是有精神病 你才有病呢 是是是活有病 二宝 你说的都对 不过呢 咱能不能先把棍子放下来啊 你要是这一棍子把人打死了 也会给家里惹来麻烦的呀 王洪亮是苦口婆心的劝说道 哦 也是 不过这些人开的音箱太吵了 我很烦躁 我很想打人 怎么办 王平安困惑的问道 啊 我们关掉音箱 现在就关 立刻就关 赵凯还有他的朋友们是一哄而散 争先恐后的跑去关音箱 正常人都能够看明白 他们只想离王平安远一点 躲开这个发狂的精神病人 很快 只等了几十秒的时间 刺耳的声音就消失了 哼 这还差不多 如果再敢放噪音朝我睡觉 我抽死你们 王平安说着 像撒伙一般再次抽在旁边的竹竿梯上 啪啪啪啪 那成人胳膊粗的竹竿梯子很快被他拦腰抽断 而他手中的断木棍子依然是歼挺如初 躲在远处 暗中观察的赵凯一伙人 目瞪口呆啊 被王平安的暴脾气还有五立之惊呆了 惹到这样的病人 简直是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自己这咳药之后的小身板 不够他折腾几下 可能就废了 刚才还想站出来保护雇主的几名安装工人 此刻呢 也是躲得远远的 装作不存在 想把自己变成小透明 什么梯子不梯子的 能有自己的小命重要吗 惹不起 惹不起啊 王平安感觉耍够了威风 也达到了恐吓的目的 这才嘟嘟囔囔的走了 一副精神病发作的模样 等王平安带着大黄狗离开几分钟之后 赵凯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惊气 谢天谢地 这个精神病还终于走了 说着他拍了拍胸口 一个矮胖子 抹着额头上的汗珠子 突的说道 凯子 你的女朋友 就是被这个精神病人撬走的 我靠 这事儿要是传出去 你在宝山市可就出名了 不可能 不是的 别瞎说 赵凯极力地否认 旁边有一位衣着暴露的妹子 一脸花痴样 说道 其实赵凯输给这个精神病 也不算丢脸的 因为他真的好帅呀 刚才他发火的时候 人家都东心了呢 说着 他还故意在众人的面前 用力地拍了拍高耸的胸脯 别浪了 人家就算是精神病 也论不到你 对了 我得给许晴打个电话 告诉他 王平安是个精神病 赵凯说着 拿出手机 开始拨号 对不起 你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连续几次都是这个反应 赵凯一脸困惑 他知道许晴这种身份的人 不可能突然换号的 就算是换号 这个号码也不可能瞬间就变成空号的 真相只有一个 自己被他拉入黑名单了 赵凯气坏了 那个女人真没把自己当回事啊 不过当着朋友的面 这事情不能说出来 不然 丢人真是丢到姥姥家了 哼 被人拉黑了吧 来 用我的手机试一试吧 刚才那个大兄妹 脑袋骂了自己 此时跳出来 及时补了一刀 赵凯尴尬了 接也不是 不接也不是 旁边的人呢 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跟着起哄 纷纷递出自己的手机 劝道 要不要 用我的手机试试 试试 就试试 我怕你们呀 赵凯被逼得没有办法 随便接过一个手机 当众拨打许晴的电话 这一回 很快就打通了 里边传来熟悉的彩铃声音 十几秒钟之后 许晴接通了电话 喂 你好 你是哪位 果然被人拉黑了 旁边的那群人 大声嘲笑起来 赵凯的脸 那是火辣辣的烫 感觉今天的面子丢光了 不过 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失败 还有机会翻盘 小晴 我是赵凯啊 我跟你说个重要的事情 我刚听说 王平安是个精神病 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你得当心呢 你才是精神病呢 你们全家都是精神病 我跟他的事情 不用你管 你以后别再打我的电话 惹急了我 我让我爸给你爸打电话 说完 许晴是果断而干脆的挂断了电话 赵凯有恼怒 也有恐惧 恼怒自己的面子丢光了 恐惧自己做的这些事 被父亲知道了 会挨耳光 第273章 医生的竞争 王平安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带着大黄狗耀武扬威地离开 回到自己的桃园 没过几分钟 就接到许晴打来的电话 喂 是平安小哥哥吗 赵凯那个人可恶心了 居然说你是精神病 他在你隔壁买了果园 你一定要小心他 别被他气着 许晴认真地说道 放心吧 我这个人不会轻易生气的 真生气了 会把那人打一顿的 王平安解释道 平安小哥哥最棒了 爱你 么么哒 说完 许晴是娇羞地挂断了电话 王平安一脸的莫名其妙啊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现在的女人 太热情大方了 出门在外的男人 一定要当心 王平安是深有感触 觉得在网络小说当中 学到了太多的知识了 以后在外边玩的时候 不会轻易地被女人欺负了 就像现在 他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许晴如果在面前 会被他怎么欺负 天快黑了 排队看病的人群 也是渐渐地消散 因为今天汤神医有了经验 可以控制好看病时间 把上百个病人安排得 妥妥当当 在太阳落山之前 终于是清空了排队的病人 而在对面的诊所 黄医生简直是生不如死 活活被折磨两天 差点精神崩溃啊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这么先进高大上的西医诊所 怎么突然失去了病人 连同村的忠实客户也不来输液了 居然叛变跑到对面吃中药去了 简直不能容忍 这事情啊必须有一个了断 再这么下去 除非感冒发烧 不然一个病人都没有了 那自己岂不是要喝西北风啊 黄医生摸着下巴 揪着根本不存在的胡须 痛苦地思索道 不能这么被动了 我要主动出击 才有可能挽回拙劣的局面 唯一的关键人物就是王平安 看来我要给他送点东西了 就在这时候 黄医生看到了王平安路过的身影 他身后跟着一条半人高的大黄狗 太凶残了 啊不 可能只是太威风了 坐在路边说话打趣的大姑娘小媳妇 都盯着王平安的背影 指指点点 说说笑笑 不知道在讨论什么修人的事情 二宝 你回家吃饭啊 最近苏老师的身体情况怎么样 黄医生提着一箱子德国进口啤酒 剑步如飞 追上了王平安 大黄狗虎视眈眈 一脸警戒的盯着黄医生 觉得这个家伙有点危险 记忆当中 这个家伙似乎经常打人屁股 不像是个好人呢 村里的好人 哪有人经常打人屁股的 就算隔壁欢乐农场的那些渣男 都不会轻易的打人屁股 只会打女人屁股而已 昨天听电之后 为爱鼓掌的声音响彻整夜 实在是让狗寂寞如雪啊 狗在家中卧 梁从天上来 简直不能容忍 大黄狗瞪着黄医生 发出威胁的声音 同时提醒王平安 让他戒备黄医生 哦 原来是黄医生啊 我妈最近挺好的 你有什么事 王平安问道 也没有什么事情 不过以前听说呢 你家最讨厌中医 最近村里开了一个中医馆 太可恶了 简直不把你们家的禁令当回事啊 如果是我 早就找人把医馆给砸了 哪能容忍他们在村里折腾啊 黄医生盯着一箱子德国啤酒 一路小跑 才能跟得上王平安的速度和步伐 啊 你想说什么 想把医馆关了 你可能不知道 汤神医呢 是我的徒弟 我会关掉自己的店铺 你别跟来了 当心我踹你啊 我 这个 那 那啥 黄医生尴尬了 以为汤神医拜师的消息是传说 哪曾想是真的 王平安何德何能啊 居然成了汤神医的师父 村里有名的二傻 居然看病 居然是汤神医的师父 简直笑死人了嘛 如果自己把这个消息公开 一定会吸引更多的主播 甚至会造成网上的热搜事件 那这事儿 可就好玩了 想到这儿 黄医生也不追王平安了 手里的一箱子德国啤酒 也是很贵的 在某东上购买 也是一百多块钱一箱呢 既然王平安帮不了自己 不是自己人 那还求他干什么 大好的德国啤酒 自己喝算了 给他喝 太浪费了 哼 一根二傻子 真把他当回事 除非自己傻了 想到这儿 黄医生停下了脚步 一句话也没说 转身离开 大黄狗满脸的威胁之意 觉得这个黄医生啊 很欠窑呢 到家的时候 母亲苏文婷 已经准备好了晚餐 菜窑的香味 飘散在整个院子里 没了蹭饭小能手的身影 王平安总觉得院子里 缺少一点什么东西 哥 我明天要去学校了 你有时间送我吗 在屋子里收拾东西的 王凤熙可怜兮兮的问道 啊 这么快就开学了 行 啥都不干 也得送你去学校啊 必须去 王平安当场答应下来 耶 谢谢哥 王凤熙欢呼一声 比划出一个剪刀手 外婆也说 哎呀 时间可过得真快 转眼之间 暑假就结束了 我也该回省城了 不然家里那个老头子 又该整天催了 烦死咯 正在端菜的苏文婷 诚心劝道 妈 你想住在这里 随便多长都行的 管他们干啥 哈哈 傻孩子 住这么久 麻烦你这么久 也该回去了 想起这事啊 还真是有点舍不得 别的不说 在这里好吃好喝的 身体变得很健康啊 如果回到省城 让那些帮我看病的专家看到 他们指不定 怎么惊奇呢 管他们呢 话虽这么说 但是谁都知道 家里那位老爷子 发起了脾气 谁都劝不好 王平安劝道 吃饭吃饭 别想太多 外婆如果觉得这里住得舒服 明年再来就是 到时候 大家都搬到南地的新房子里去住 比这里更好 哈哈 我的外孙子说的有道理啊 明年 我把家里的老头子 也接过来住几天 他就没话说了 外婆笑道 就在这时候 突然听到有人在院子门口喊道 哟 你们这一家子正吃饭呢 真不想打搅你们 不过 有些事情呢 咱们也必须说到说到了 不然村里人还整天觉得 我不讲底呢 这是奶奶米贵枝的声音 极具辨识性 拄着拐杖 一步一挪的 出现在院子里 第274章 讨要 生活费 米贵枝一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只要出现 肯定是给自己争取利益 有理没理 总会吵上一通 所以呢 王平安一家子有点烦他 也有点拒他 不知道他会想出什么歪点子 胡搅蛮缠 呀 是亲家来了呀 快到屋里坐 外婆苗玲苏站了起来 很有礼貌地打招呼道 当不起这个称呼 我也进不起他家的屋子 有话就在院子里说吧 米贵枝腔调生硬地说道 啊 行啊 那就这样说吧 苗玲苏微微一笑 同意了对方的要求 米贵枝面色一僵 心里是更加恼怒 自己两条腿还没好利索 站在院子里说话 多累啊 你说你们这些人 一点事理都不懂 就不会再让我几次吗 多客气一下 会死啊 王平安差点笑出声来 暗暗地给外婆 比了一个大拇指 干得漂亮 外婆平时文文静静的 但是做领导几十年 怼人的手段 岂会缺少 随便晾出一招办事 便能够让普通人 疲于招架 长话短说 今天我过来呢 就是为了换地的事情 以前吧 我考虑事情不周到 现在想了想 认为北地 还是还给你们吧 毕竟南地桃源 离住宅近 方便管理 奶奶米桂枝 脸不红 心不跳地说道 众人是面面相去 以前为了换地 闹死闹活的 现在才过去多久啊 居然又想换回来 一点脸皮都不要 苏文廷微怒 正想大声 怒斥米桂枝的 无耻行径 却见王平安站了起来 奶奶 你又想换地了 那就按照 当初写的合同条款办啊 赔偿我家 一百万现金 三个月之后 就能换回去了 米桂枝心虚道 什么一百万 都是我的地 凭啥给你一百万 王平安不紧不慢地笑道 你说凭啥 当初换地 写合同的时候 大伯一家和你 都是按过手印的 就算你闹到镇里 闹到县里 也没人帮你说话 奶奶恼怒道 哼 你放心吧 我肯定会去闹的 好 这事先不说 我的生活费 你们该给了吧 我整天在老大家吃 在老大家住 你们倒轻巧 一分钱不出 这是不孝啊 众人对视一眼 瞬间明白了 原来这才是米桂枝的真正目标 来要生活费了 年前不是给你一万块的生活费了吗 这还没到一年 你怎么又要啊 王德贵忍不住了 站出来反驳道 米桂枝嚷嚷道 那一万块钱够干啥呀 今年我住院病了 营养费用的多 你给的钱早就花完了 你得再给我一万块 你住院的时候 我给医药费 王德贵恼怒的想要辩解 想要制止母亲这种无赖的行为 却被王平安拉住了 行 钱不是问题 明天就给你 不过呢 你也要记住 从明年起 再给你生活费 都要到村委打个证明 哼 什么证明 我怕你们呀 你们赡养父母是应该的 到哪儿 你们都没理 真没有钱花 我就搬到你们家里来 我看你们怎么办 好啊 不用两万 只要大伯家每年 给一万块的生活费 你就可以搬过来 反正呢 只是多添一双筷子的事情 王平安笑道 我才不想住你们家呢 看着就闹心 记住了 明天给我送一万块钱 如果见不到钱 我就到村委去闹 米贵之得偿所愿 心中兴奋 撇着嘴 一瘸一拐地走了 看着他的背影 消失在院门口 众人这才 奇奇地叹了一口气 哎 咋会有这样的糊涂蛋呢 三天两头闹一场 颜面上 能有多好看 天象大儿子 也不能这么明显吧 钱不多 但给着闹心呀 凭啥呀 他说多少就是多少 把我们家 当成提款机了 王平安劝道 大家别心疼钱 随便他花 又能花几年呢 再说 每年一两万块钱 也不多 这钱 我出了 他的贪婪和胃口 你不知道 你会把他惯坏的 这次要一万得逞了 下次有可能就要三万 要五万 苏文廷提醒道 没那么容易让他得逞的 你们放心吧 这事交给我了 王平安是信心满满 自己堂堂的转世仙人 还能收拾不了一个贪婪的老奶奶 这顿饭 大家吃得很不愉快 谈起以前的种种闹心事 骂人的心思都有了 王丰西明天要去学校报名 东西呢 都已经收拾好了 让王平安开车 送他去学校 王平安当然没有二话 答应得妥妥的 明天吃过早饭 他就会开车来接他 夜里回到桃园的时候 非常的安静 赵凯那些人呢 没敢再吵闹 当然 被王平安吓住之后 也不敢在农场里住了 夜里都返回城市了 第二天 王平安早早地吃过早饭 收拾妥当 准备开车送妹妹回学校 刚走到大门口 正准备开车呢 却见王文才一脸沮丧地出现了 二宝 我是不是特别笨呢 王文才目光迷茫地问道 是啊 王平安诚实地回答道 王文才脸色一变 瞬间恢复战斗力 你骗人 我再笨 也比你聪明啊 我上完了大学 你只上过小学 你想说啥 既然你这么聪明 又问我干啥 我只是想让你夸我一下 没别的意思 不过 我明明比你聪明 为什么连直播都没人看 你的直播被人录成很多短视频 还上了首页推荐 而我的直播根本没人看 这到底是为什么 是观众没有眼光 王平安试探着回答 还对 就是观众没眼光 王文才一拍巴掌 极为赞同地说道 王平安懒得搭理他 发动皮卡车就要离开 对了 二宝 小顾总昨天对我笑了 他是不是被我的真心打动了 我今天见到他 是不是要向他表白 结婚的时候 我要不要请全村的老少爷们都来喝喜酒啊 如果有孩子 姓顾好还是姓王好啊 你想啥就是啥吧 你高兴就好 王平安说完 一脚油门收到 皮卡车带着迫不及待的怪叫 窜了出去 喂 喂 你这是什么反应啊 你不会是嫉妒了吧 王文才捂着嘴巴和鼻子 避开灰尘和尾气 大声喊道 王平安回到老宅 接到妹妹 把行李装在车上之后 就带着他去宝山市一中报名 这个暑假 王凤熙的变化很大 不仅摘掉了近视眼镜 发育也是更加的明显 白皙的皮肤身段高挑 自从进了校园 关注的目光就没有消失过 当然 帮他提着行李箱的王平安 关注度更高 一些小女生甚至红着脸 偷偷地对着他拍照片 凤熙 你今天也报名啊 好巧啊 同学陆雪奇穿着校服 在十几米外就挥手叫喊 他身边站着一个高大帅气的男生 正对他动手动脚的纠缠 旁边那名男子语气轻浮地笑道 四眼缝摘掉眼镜居然变漂亮了 草知道你这么漂亮 上学期就帮你介绍男朋友了 第275章 帮妹妹出气 王平安刚想过去教训一下 这个口无遮拦的小子 却见眼前光芒一闪 弹出一个系统任务框 平安无途 妹妹受到欺负 身为转世新人 岂能容忍 不管是谁 见一个打一个 打到没人敢欺负他为止 任务成功有奖励 任务失败有惩罚 此为连续性任务 每完成一例 可单独领取奖励 王平安一听是师父的语期 发布的命令 顿时激动的在心中喊道 师父 我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返回仙界呀 整天种田养鱼 我已经受够了 我妹妹受欺负 我这个当哥哥的 自然出面帮她呀 可是我受欺负了 谁来帮我呀 你到底是谁师父啊 系统很安静 跟以前一样没有任何回应 王平安想骂人 但又怕挨雷劈 有一个不靠谱的师父 这真是 真是没招啊 王凤夕见王平安双眼放空 正在那 以为他离开村子 不适应外面的环境 怕了这人 心中隐隐有些失望 他以前可没少受 胡帅的嘲弄和取笑 有些惧怕 但是还是鼓起勇气 回道 你走开 我不想和你们来往 更不想要什么男朋友 你再叫我外号 我就告诉老师 我帮你叫男朋友 那人看了几年 你要是长得丑 我那些哥们还看不上呢 跟着我们出去玩 有吃有喝 多少人求都求不来呢 陆雪奇也觉得很无奈 连忙劝道 胡帅 你别闹事 他哥在旁边呢 我早就听说 他哥的脾气可不好 他哥算个毛啊 我一个电话就能叫来十几个兄弟 瞬间就能把他打得跪地求饶 只是胡帅还没笑完 就发现自己被人揪着衣领 提了起来 这是飞一般的感觉 只是这飞行的感觉 不太美妙啊 衣领勒着脖子 还有点疼 还有点莫名的心慌 你给我妹起的外号 还要给她介绍男朋友 王平安揪着他的衣领 表情严肃地问道 不 不是我起的 是别人起的 我就是随口叫叫 你谁啊 这儿是学校啊 你在这儿 我叫保安了 胡帅士疯狂地挣扎 憋红了脸 快喘不过气了 也挣脱不开 你是不是傻呀 我都说是他哥了 你还问我是谁 王平安一副 关爱智障儿童的表情 我 我是问你 名字 胡帅有点恐惧了 他发现王平安的力气太大了 你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王平安说着 扬起另外一只手 思考着怎么打 才能显得 不是那么暴力 不是那么血腥呢 系统让自己打 那必须得打呀 其实 就算系统不让自己打 敢对妹妹这么说话 那也必须打呀 哥 别在校园里打人 保安来了 就麻烦了 王凤熙见哥哥为自己出气 心中高兴 嘴上却焦急地劝说 我这不是还没打吗 王平安委屈地说道 胡帅感觉到脖子快断了 慌乱之下 扯着嗓子大喊 打了 你这就是打人 救命啊 外来社会人员 殴打学生了 啊 啪啪两戒耳光 顿时让他闭上了嘴巴 刚才没打 这回真打了 王平安觉得 一个大老爷们儿 扯着嗓子叫得比娘们儿还尖锐 太吵了 以自己的敏锐听觉 实在是难以忍受啊 既然他说打人了 那就打呗 省得自己被人冤枉啊 被人冤枉的滋味 可不好受 闭上嘴巴 你再敢嚷嚷 我抽死你 王平安控制的力气呢 没敢用力 威胁的成分居多 说完 轻飘飘的一扔 把胡帅扔出三四米远 摔在地上 连滚了两圈 这才站了起来 胡帅的脸上 出现两个清晰的巴掌印子 眼中闪过怨恨之色 表情却是温顺可怜 不敢再有丝毫的反抗 因为他发现 王平安的战斗力太可怕了 自己没有丝毫胜算啊 而周围的学生看到了冲突 纷纷围上来看热闹 学生的团结观念很强 真有外校人员来闹事 站出来一致对外的可能性比较大 不过王平安一点都不着急 叮的一声 眼前闪过一条任务消息 恭喜你 完成了任务的一部分 特奖励运气调节符一张 最后 一张巴掌大的黄纸道符 出现在王平安的面前 念头扫过 瞬间知道这张道符的用法 运气调节符又叫运气加减符 使用之后可以让目标变得好运连连 也可以让目标变得恶运不断 以王平安有限的仙界记忆 知道牵扯到运气的东西都是极为玄妙 不是一方大能都没有资格设立 自己只是打人家两巴掌 为妹妹出气就能得到一张运气调节符 这赚大了呀 这样的好事多多益善哪 再多跳出来几个曾经欺负过妹妹的混蛋吧 想到这儿 王平安把这张纸符收进系统仓库 目光凶残 打量四周 寻找下一个任务目标 此时已经吓蒙的陆雪奇才反应过来 小声说道 凤夕 你快带你哥离开吧 胡帅这人可厉害了 认识很多校外的小混混 要是被他们的人拦住了 你哥 你哥就麻烦了 哥 你快走吧 雪奇说的是真的 我在学校里一直不出去 有保安和老师 不怕他们的 王凤夕也是焦急地劝说道 王平安一挥手 豪气干云 大声喊道 我不走 如果不是今天到学校 我还不知道你整天被人欺负呢 除了这个混蛋 还有没有别人欺负过你 你们指出来 我今天一起解决 没有了 哥 你快点离开吧 早知道这样 就不让你送我来学校了 王凤夕担忧地说道 行行行 我走就是了 不过你要记得啊 谁要是敢在你学校欺负你 你立即给我打电话 我过来帮你报仇 王平安说着 大步离开 路过胡帅身边的时候 一脚踹在他的肚子上 又把他踹翻在地 你他妈欺人太甚了 你等着 这事 咱们绝对没完 胡帅刚才呢 已经是偷偷发过消息了 找人堵在学校门口 此时忍着疼痛 爬起来 悄悄地跟了过去 王平安故意放慢步伐 走到学校大门口 看到一群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目录凶狠 盯着进进出出的人群 寻找着什么 你们是在找我吗 王平安主动凑了上去 为了完成系统任务 为了多赚几张运气调节服务 他一改闲于属性 要主动出击了 就是